我们都知道在Obsidian的淹没区里面 我们可以在Tex这个栏位的后面 为我们的笔记增加 可以识别这一个笔记的一些标签 但是在目前淹没区里面的Tex 没有办法做到比较好的自动补权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在今天的影片里面 我就来介绍三种方法 能够很简单的来做到自动补权标签的这一个功能 首先我们这三个方法 第一种就是直接使用Linter这个外挂 第二种跟第三种都是使用QuickAdd的脚本 我们来撰写两个脚本 然后直接可以帮我们做到标签的自动补权的一个功能 以下我们就分别来介绍这三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在淹没区里面 输入标签的一个困境 我们先进入编辑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Tex这个栏位 我是用正列的方法来组织的 假设我要新增另外一个新的标签的时候 除非我能够记得我众多的这个标签 我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名称 比如说我知道我这一篇我是Obsidian 我有一个标签又叫Obsidian 我可以直接这样子输入这样不会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通常随着我们标签越来越多 我们有时候很难会记得每一个标签 这个时候其实就非常需要Obsidian能够自动弹出标签的选单 让我们来选用 但是弹出选单的方法是输入锦号 锦号应该就是要弹出标签的选单 但是我们目前却没有办法弹出这个选单 主要是因为锦字号在YAMO这个语法里面是表示注解的意思 我们如果有输入了一个锦号在我们的Text这一行里面 比如说我们把它输入了这个标签 我们在切换到预览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会跟你讲 你这是一个Invalid的YAMO 表示它是有问题的 有错误的 因为这个锦号会造成后面这个语法不完整 我们把锦号拿掉它就会是正确的 那你如果就是很想要这个锦号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只能加上双引号把它给刮起来 但是这样的输入都还是很不方便 尤其主要是它没有办法带出选单 那我们要怎样子来带出选单呢 我们要把右边的这个中挂号先删掉 删掉了以后直接按锦号 这个时候就会有选单可以出来让我们选的 比如说我选到这一个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选单 那另外一种输入的方法是这样子 我们不使用这个阵列的表示的方法 按一下Enter 然后再按一个TAP键 输入简号 我们可以用 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输入 直接会弹出选单的 但是这个方法 因为它一样 锦号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切换到预览状态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Alias并没有出现 因为它这个后面都当做注解了 所以这等于你这个输入的这两个标签 其实是它不认识的 那我们必须把锦号拿掉 它才会认识这两个是标签 那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在 YAML 区里面输入 Hash 这一些符号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下面我们就实际来讲 Linter 还有两个QuickAdd的脚本 可以比较轻松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最不用花脑筋的方法 当然就是直接使用Linter这个外挂 Linter这个外挂 基本上它就是会解析我们Markdown的语法 然后可以根据我们定义好的一些规则 帮我们修正我的笔记里面这一些Mathdown 有问题的地方 它会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帮我们做自动的修正 那首先你当然就是要先去安装Linter这个外挂 那安装好以后我们要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这边就先把Linter过滤出来 然后直接把它启用起来 启用起来后我们就进到这个Options里面来做设定 这个Options的这个选项会出现 是有另外一个外挂要安装 我们有一个Hockey 这个上次没有讲到 有一个Hockey Helper 这个外挂你要把它给安装并且启用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过滤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选项功能可以直接点击 然后点击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它的设定 Linter这个外挂的设定 首先我会把这个Lint on Save 这一个选项给勾选起来 表示说我按了存档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才要自动帮我做Moddown格式的检查 而不用说我输入的一个支援 它就帮我去做检查 不需要我们只要储存的时候 它帮我做就可以 然后你要不要把它处理的一个结果 显示在我们的提示区 也就是右上角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说我们经常按Ctrl S 来做储存 它一直就会弹这个讯息出来 有一点扰人 所以我就把它给关掉了 就是我不需要看那个它提示的讯息 下面就是YAMO区的这些设定 我们要把这个Format text in YAMO 目前Obsidian认识的这两个栏位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加上去 因此YAMO区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那你这个有勾选起来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出你YAMO的这个内容 然后你YAMO如果你也希望有 建档时间跟修改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下面这个Timestamp 这个时间戳记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 然后你要建档时间 希望它自动帮你做更新的话 你这个也一样把它给启用起来 那栏名就是下面这两个栏位 这个是建档的时间的栏名 这个是修改时间的栏名 然后Format就是格式 那这个Lint 它其实有很多的额外的功能 那这个也许我们有机会再特别来详细讲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YAMO区的设定 那只要刚刚这几个设定设好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存起来 那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我们进入编辑状态 那Lint 它没有办法用正列的格式 来帮你做修正 你必须把这个正列这个中括号给删掉 比如说这个逗点有或没有都可以 它都会自动帮你补上去 比如说我现在要加Obsidian 因此我们就输入警号 Obsidian 找到以后直接按Enter 好了以后我再选另外一个 按到了 我再输入另外一个警号2 我们目前就是输入了这两个警号 但是你会发现 你现在你的这个YAMO里面 并没有看到这两个 因为它们都变警号 它们其实都变注解了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按下Ctrl S 或者是Mac 的话你就是按下Cmd S 你会看到它会自动帮你把 这个多点都帮你加好 然后警号就帮你移掉了 因此只要你安装了这个Enter 你就不必去管这个警号了 你在储存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做修正 因此这个方法 就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修正 这一个警号的这一个问题 我们就再也不用去管这个Hash 到底有没有存在你这个Text 这个栏位里面 这是使用Lint 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后面就是使用QuickAdd的脚本 来做处理 第一个方法 跟刚刚的Lint类似 我们就是在输入完毕以后 透过这一个QuickAdd的聚集 直接把所有的警号给删除掉 这个程式码的连结 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 有兴趣研究一下这个脚本怎么撰写的 各位可以自己去做下载 我先来示范一遍 这个实际操作的状况给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几个栏位 我们刚刚都是使用警号的方法 来把它给选取起来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透过我的这一个 刚刚的这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叫做Replace底线Text 我会自动把这个警号给删除掉 我们就先按下Ctrl-P 找到QuickAdd 然后直接再点击这个RunQuickAdd 再选到我这边设定好的 这一个据集 这个ReplaceText 这个据集 输入完以后 它就会直接把所有的警号 就整个给删除掉了 这是第二种使用QuickAdd的一个做法 第三个 这个QuickAdd要怎么安装 我这边都有写设定步骤 请大家从说明栏里面去我的解说文章里面去看 就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步骤了 第三个方法是直接弹出标签的选单的视窗 让我们来直接做选择 这个是做成QuickAdd的一个Capture 它会直接把选好的内容直接写回我们目前的Text这个标签里面 比如说我后面要再增加另外一个新的标签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设定好我的这一个Hackkey以后 我直接把它叫出来 我这边设定的Hackkey是Alt跟T 你可以看到它就弹出了标签的这个视窗了 比如说我要我随便选一个Videos 选好以后直接按Enter 直接就会带进来 我这个直接带进来的是不会有警号的 因此你选好以后 我们再按一次 比如说Test 这个两层的标签 它一样就可以直接带进来 而且不会有警号 这个也是直接都使用QuickAdd的脚本来做撰写 其实程式码很简单 只要简单的做完这一些设定 它基本上虽然程式码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设定步骤比较多 你就照着这个设定步骤一步一步做 就可以很快的能够做到这个标签选单的功能 今天这个就是介绍了我们怎么样子在EMO区 可以把这个Test的这个栏位的标签输入 能够做好自动补全的三种方法 希望对大家在实际操作这个标签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帮助 今天到这边 谢谢各位